钱的来源无非是无种想发财好好想一想 钱的来源无非这无种 掠夺 交换 剥削 垄断 手赠 如果你身在底层 那赚钱只能从掠夺开始了 什么叫掠夺 就是你把别人的钱通过合法的手段 乱抢过来 变成你的钱 你的掠夺能力越强 你就越有钱 你的掠夺能力越弱 那你就越 没钱 怎么掠夺呢 给你三点启示 一 高调做人 狼多肉少的世界 不会因为你是个好人就对你心慈收容 残酷竞争也不会 因为你善良就会放过你 想赚钱就得有点野性 一定要高调 不能做一个一生步 撑得老好人 太过低调 别人就会掠夺你的果实 把市场都抢完 没钱的时候低调就是为难 自己成全别人 而且别人还不宜 定会改进 所以你要掠夺所有对自己有好处 的东西奠定你未来发展的基础 二 掠夺自己 其实赚钱是反人性的 赚钱就是不断地恶心自己 如果你是一个普通人 没啥背景 还没实力掠 夺别人 那就只能先掠夺自己 掠夺自己最好的方法就是关注自己 那些能赚大钱的人未必智商有多高 但是他们能管住自己 管住自己的注意力 管住自己的情绪 不让任何人和事物干扰自己的目标 他们也很会压榨自己的时间做 是永远不会拖延 永远严格按照自己的轨迹做事 三 掠夺别人 如果以上两点都做到了 那么就要开始掠夺别人了 想掠夺别人 你就要搞清楚掠夺的本质 掠夺的本质 就是让别人把自己兜里的钱 放到你的兜里 那怎么让别人乖乖把钱交出来呢 你发现没有 人们只相信自己愿意相信的东西 既然这样 那就制造他们愿意相信的东西 然后进行掠夺比如减费 你说少吃多动没人会搭理 但是你说只要吃某个东西 不用控制饮食不用运动就能受 反而灰大脉 孙子兵法里的军征说 故奇迹如风 奇徐如灵 侵略如火 不动如山 难之如印 动如雷阵 侵略如火有二层意思 一是军队进攻动作要快 越快越好 目标还没有反应过来 侵略的目标就被火能量燃烧成炭 二是军队进攻时 要像烈火烧草一样 被树燃烧将物质转换成热量攻击力程 被很快将敌人全部烧个金光 全坚敌人有生军事力量 现在的社会发财的人 都是要像火一样的侵略进攻目标时候 向烈火燃烧 掠夺自己 掠夺市场 掠夺别人 无法侵略 则别人就会掠夺你的钱包 所以学会掠夺是你最重要的能力 修炼出像火一样的能力 掠夺西书财富金钱 希望今天的内容能对你有所启发 谢谢收看 谢谢观看 谢谢观看 谢谢观看